哈喽,我是清姐 今天是21剪脂第五天 今天体重是172 我昨天又拍了一个冰柜 这个是202升的 刚倒 盒子刚弄下来 这个是几个月前买的 128升 我以为我用不了大的 我算是买了个小的 没想到根本不够用 这样这块 再放个大冰柜 就俩冰柜 说实在的啊 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 这个是荣世达的 我感觉这个摸上去的质感 摸上去质感就是不如这个奥克马的 各方面都舒服 这个都舒服 这还不是多好的呢 这还是普通普通的搞活动的 我基本上把元旦吃起来的水分 还有两斤就完事了 一般就在170左右了 今天172 哎呀我这次如果再吃回180 我简直就是个狗 我跟你讲 我还能再吃回下 嗯 昨天没事在这扣扣扣扣扣扣破了 你看 不能再吃回去 累死了 来来回回 我这180到170 来来回回折烫多少遍 够够的了 真够够的 我发现我这21天没法给你们拍啊 我本来还行的 看看他这里边都吃什么 让你们也知道知道 人家也不让你那啥 不准你对外宣传说这个呢 嗯 总体来说吧啊 他这个餐就是早上跟晚上就是低脂高蛋白 中午啊脂肪类的基本上就是说 就是说热量比较高的都是在中午 嗯 在中午你能吃到 嗯 酸辣的东西 就 像我比较爱吃酸辣的是比较喜欢的 下午的 嗯 加餐 下午加餐你基本上能吃到甜的 甜食之类的 啊 像维化饼啊 啥的 还有一些小零食啊 啥的 啊 早饭跟晚饭就是低脂高蛋白 比较简单 嗯 其实你们吃自己吃的话 就是掌握 按他这个掌握着应该差不多 等21天结束 我给你们 我看我21天结束 今天是172啊 今天第5天 那还有半个月 还有15天左右 15天左右 能不能再掉个七八斤啊 我 但是我能掉这么多 肯定别人掉不了这么多 小体重掉不了这么多 因为我体重大 而且我原来不是吃吃吃 体重吃上来了吗 你家里要 cám说 我家里要看的 你家里要看的 你家里要烹饭